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9月12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來到星期四的晚上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國情新聞 這一節 可以說是國情 也可以說是國際新聞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共的前海軍軍官 是要交出 解放軍在福建 沿海的軍事部署資料 因為有解放軍軍官投奔自由 以往也有投奔自由的案件 近幾十年少了 但是 近一兩年又再出現 在中國大陸 逃亡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多 有很多人覺得在內地的人 你沒有辦法說服他 以為他一定不會支持民主自由 其實是由於內地 對民主自由的打壓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你在內地 就算是反心 以我們的認知 其實我們有很多在內地的朋友 甚至乎在內地聽眾 他們的反抗意識比香港人強很多 其實香港人 你只能夠說是 對政府不滿 真真正正覺得政府應該 中共政權應該被推翻的人 百分比很低 內地就是不相同的 一旦對政權不滿的話 他覺得要將政府推翻 那個可能性 立即上升到90% 所以我們一直都告誡 內地的朋友 因為我們也有內地聽眾 萬一如果中國大陸 真的要爆發一場 大型的革命 真的有很多事情 不應該學香港時代革命的 要學的就學俄羅斯自由軍 我們講講這個是前海軍軍官投奔自由 之後 將解放軍資料交給台灣的國安 事源這個 中國籍的前海軍 是艦艇 這是艇艇長 creamy 叫做軟荒翁 在今年6月份 竟然是偷渡 握著快艇 在前訪台灣 取著ler 取著重產的人 民主 不過當然 比較令人 擔心和失望的 始終現在 是民進黨政府 民進黨政府的政治計算 實在是計得太多了 他 拿著快艇進入台灣 被控告未經許可進入台灣 這位前海軍軍官被起訴 他也在法院 說我要將福建的沿海軍事部署情報交給 法官再交給 台灣的國安局 在庭上 審判長問這位軍官 說現在中國大陸經濟似乎不差 為甚麼要逃離中國 不怕被遣送又或者更嚴重的問題嗎 他回答 他說社會主義的制度不斷 為人民帶來 撫難 離開中國大陸 就是為了推翻共產黨政權 相信只有民主自由的世界能夠用得下我 他也有透露當時 如何計劃是偷動台灣的 他那個偷渡 計劃是這樣的 從三都港碼頭出發 然後 向西南面 是航行的 要避開 在中國大陸的養殖船 這些養殖船 很多其實是跟軍方 是混合的 就是所謂 是武裝漁船 避開他們的耳目 要開得很慢 要迷惑 解放軍的雷達 所以 大家要聽清楚 如果你不熟悉航海 這個是海軍軍官教你 如何避過解放軍的雷達 如果你要假裝漁船 你不可以急速在那裏移動 不要以為去了海 沒有人看到你 實際上你在開船的時候 你的船有識別裝置 而且就算沒有識別裝置 就算你拆了 還有 人家的雷達會知道你的船在移動 他以前曾經在解放軍海軍服役 擔任過 潛艇的艇長 所以他相當熟悉 海面的情況 也知道海軍 到底在海面上有何部署 所以他絕對 是能夠掌握當中的漏洞 因此也計劃 逃亡 前往台灣 我還記得這件事當時 有很多人說擔心是中國大陸的間諜 坦白說 我覺得他講得出上述的話 一點也不像典型的中國大陸的共匪 的滲透 因為 共匪的滲透 其實多數 那些人相當之習慣 就是各種東西以國家為基礎 然後 政黨對他的訓練 叫他扮平民 不會叫他扮成一個露斥中共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本身是一個獨裁政權 他自己也擔心 是訓練了一群人 出來露斥這個政權 對這個政權極不滿 訓練一下他們會是 假氣真做 所以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過往 的共產黨間諜 和滲透者 大部分 仍然在激烈盤運之下 仍然覺得 是甚麼一個中國好 是甚麼大中華 國家不可以分裂 很容易把這些思想 走出來 你要訓練一個間諜 說到 自由和民主選舉有甚麼好處 他不敢這樣訓練 就是因為 這樣訓練法 根本就等於訓練這個人 是反自己政權 而事實上大家也不要 忽略 其實這個概念 是不複雜 只要你真的 是學會了 對自由的嚮往 其實對於一個 獨裁政權來說 就已經 是無可挽回的了 因為 所謂公民覺醒 其實只是一煞 他也被問到為甚麼選擇 淡水 他說 基隆港比較遠 所以選擇淡水 假如不能夠順利通過 台灣海峽 他可以 繼續向東面再走 他也有說到當時 控制船速 在確定進入了 台灣 水域之後 即是台灣真正的管制範圍 他就說當時開船開快一點 令到台灣的海巡 雷達能夠早點 會識別出來 然後把他 攔截 因為他就是想盡快 給台灣方面盡快攔截 他也甚至說 自己 長期在解放軍任職 對軍事有充分認識 甚至可以協助台灣對抗中共的軍事活動 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麼危險 如果他派來滲透 把假的情報 交給台灣 台灣就會中招 這個世界 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他拿了情報出來 其實 是台灣的軍方 還有國安部門 是可以仔細給對他們自己的 資料的 而且使用還是不使用 是台灣當局 的決定 而我相信台灣這邊 收集軍事情報的能力 應該也不差 最主要是因為儀器比較先進 其實 我的理解也很簡單 看看俄羅斯 跟烏克蘭打仗 實際上 在烏克蘭的軍隊裏面 想逃亡的人 其實多到數都數不完 他們會想盡辦法 盡快 對烏克蘭投降 很多士兵 而俄羅斯 打仗打了那麼久 你說搞這個派 俄羅斯 的軍隊向烏克蘭投降 然後被 滲透 錯誤的情報 烏克蘭 打了兩年多 幾乎 完全都沒有試過 走的人 全部真的是走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對中共來說 嚮往自由的人 就已經是他最大的敵人 而這個門檻其實不是很高 很容易就有機會 走到這一步 尤其是 在中國內地 稍微上到 小小鐵拳的人 就已經會萌生這種想法 所以 其實 仍然是有希望的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再播放 就是這麽簡單 再加上手動點擊 你一定做得到 敬請記得幫手 好我們今次時間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感謝 Ven 你 常馬運